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管怎样 大家听力部分要仿佛的听 直到自己能听懂它的原文 才能把这个听力算做是到了一个阶段 那阅读部分我们也是从31到50题 这节课一块来看一下 好 31题到33题是 무엇에 대한 이야기입니까 关于什么的一个话题 보기와 같이和这个例子一样 알맞은 것正确的 고르십시오 听挑选出正确的答案 那例子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아버지는 의사입니다 어머니는 은행원입니다 아버지는 의사 어머니는 은행원 关于什么呀 是周末吗 还是医院 还是哥哥 不对呀 是关于父母的话题 是吧 爸爸呢是 의사 医生 妈妈呢是 은행원 银行的职员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像我们喜欢的一些职业的名称 所从事的行业 像歌手 卡수 演员叫什么呀 还有像老师这样的 老师呢 선생님� 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职业啊 可以从后面的这个练习题 还有在书上都可以学到 好 那咱们看一下 31题到33题 找出相似的 相同的 这个绘画的 什么呀 关于什么的话题 把这个主题 说出来 像这个是 关于什么呀 父母的一些话题 那第31个 先看一下这个问题呀 可以读下来吗 비빔밥이 맛있습니다 불고기도 맛있습니다 那皮冰��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对了 拌饭 불고기呢 烤肉 那这里边是关于什么样的话题呀 很容易选择是吧 应该是第四个 关于饮食的话题 这个 맛있다是什么呀 好吃的意思 是吧 基本单词呢 是 맛있다 咱们经常说 más 있어요 más 있어요 就是好吃的意思 对吧 más 있어요 有的同学说 那不好吃的话 有的同学说是 anmás 있어요 一般 不这么做 一般是什么呀 mat obsoyo 对了 一般这样表达 就是 不太好吃 más 없어요 味道 不怎么样 más 있어요 非常好吃 不好吃 咱们说 más 없어요 这样说 不能说 anmás 있어요 不要这么说 关于饮食的 不是 国家的 也不是 星期 也不是 时间 32题 先读一遍题 民俗事 是吧 学生 tools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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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我 真的是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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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关于职业的 民俗呢 教学生是英语老师 所以这里面其他的像家庭啊年龄啊 民族啊是错误的 答应该第四个是正确的 好 三三题 운동을 좋아합니다 농구를 자주 합니다 농구를 합니다 那这个题正确的答应应该是什么呀 좋아합니다 什么意思 喜欢 那喜欢 운동 还有什么呀 喜欢运动 然后 농구를 자주 합니다 经常 一个副词 经常打篮球 所以正确的答应应该是什么 关于 兴趣爱好的 是吧 趣味 不是说什么 哪里西呀 场所呀 还有什么 shopping啊 购物啊 这都不是 是吧 所以 31题到33题呢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关于什么的话题 只要是能猜出 这个句子里包含的单词的意思的话 就能 大概找出 能找出正确的答案 好 三四题到三九题 先看一下例子 例子是这样的 来西干 做次米大 然后是括号 一 马克思米大 这个马克大这个单词 有的同学说 这单词不好记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看前后句子 推断一下 什么意思 来西 天气 做次米大 天气好 那马克思米大 应该是什么呀 马克思米大 就是什么呀 非常 呃 这里边答案应该是 哈尼 哈尼里 马克思米大 天空非常的晴朗 呃 假如说是 云朵的话 是什么呀 呃 一般是什么 这个曼塔 多 天上这个云朵特别多 感觉又要下雨了 呃 曼塔 巴姆呢 是晚上的意思 那 白天呢 怎么说呀 那 是吧 还有这个 是什么 关于天气的话 这应该是雨了 是吧 不是眼睛了 啊 啊 雪了 那雨叫什么呀 比 对 关于天气的话题 然后 正解答案应该是什么呀 天空非常晴朗 晴朗 马克思米大 这样的意思 嗯 那不晴朗 假如说 这非常 呃 阴暗 呃 非常阴天 阴天的时候 怎么说呀 一般说 荷里大 呃 他俩是反义词啊 马克打呢 是晴朗的意思 荷里大呢 是遗难 这样的意思 形容天气的时候 好 那 看一下 三四 三十五题 那 括号 에 갑니다 소포를 보냅니다 보내다 是记的意思 소포呢 是包裹的意思 一般也可以说 是什么东西啊 물根 那四个选项里边 去哪里 记包裹呀 应该是去 邮局 像什么 去剧场啊 食堂啊 图书馆啊 这都不对 好 第三十五个 就是 chot smita 基本单词呢 是 chot ta 那 基本单词的意思 chot ta 好 也不打 漂亮 zalta dorn apuda 疼 那 这里边 正确的 应该是什么呀 第一个 是吧 头疼 所以呢 greso 所以 连接词 yakul maksumita 吃什么 吃药 好 这是三四 三十五题 好 三十六 三 七题 也是同样啊 sizang에 갑니다 去哪里呢 sizang 然后 gogi 还有什么 括号 che소를 sap니다 这个 sada 是买的意思 是吧 那 gogi 还有che소 这里边 要加注词啊 wa 那是什么意思啊 wa 和瓜 是表示 和这样的意思 和朋友 什么 一起去看电影啊 man 仅仅是 啊 仅仅是跟 像说 嗯 仅仅跟名号 一块去 啊 其他同学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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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gagi呢 到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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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一般是从 哪里 到 哪里 那么 buter gagi 这是表示 是时间概念的 啊 从几点到几点 表示场所的话 一般是什么呀 eso gagi 啊 在后面有eso 表示从哪里 那这里边正确的答应该是什么呀 第一个是吧 去市场 然后呢 买肉和蔬菜 所以正确的答应该是什么呀 gogi wa 咱们说这个春天是什么呀 bom 这个 这个 呢 是夏天的意思 天气 天气怎么样 topsnita 基本单词呢 是topsnita 呃 咱们反应词呢 是冷 topsnita 这都是基本单词 是吧 那topsnita 天气热 那这里边要加一个副词 akka 是什么意思 刚才 闷着 首先 erso 咱们说这个欢迎光临怎么说呀 erso osayo 听过这样的话吗 欢迎光临 erso erso是尽快 快 这样的意思 osayo 是过来 也就是欢迎光临 这样的意思 那这里边正确的答应该是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 非常 あつ あつ topsnita 嗯 那冬天非常冷 怎么说呀 geol 是吧 冬天 geol topsnita 非常的冷 还有秋天怎么说 kall 嗯 kall 秋天的话是 什么呀 非常凉爽 soneer hat 嗯 可以这么说 春夏秋冬 啊 再来读一遍 bom yeron kall geol 好的 后面的38 39题 也是第二个这个 同样的一个类型的题了啊 38题看一下 先读一下文章 오늘은 제 생일입니다 생일 생일 축하해요 생일 チングドル 怎么怎么样 括号 那首先要看基本单词了 是吧 这里面都是用的什么呀 过去式 是吧 过去式用这个 at 或者是 at 或者是 at 嗯 那都是过去式 那 zohahata 基本单词 是吧 喜欢的意思 那 zohahesmito 那 喜欢了 喜欢过 那 garachida 基本单词 garachida 是什么意思啊 对了 刚才前面那个题里面出现过啊 交的意思是吧 garachida 基本单词 那 下一个基本单词是什么 gugeolhata 观赏 那 gugeolhetsumida 那 观赏过 看过 嗯 去旅游过 这样的意思 那 chodes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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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啊 招待 这样的意思 汉字词 那 chodesmida 招待了 所以 正解答应该是什么呀 onorun 제 생일 imida 今天是 我的 生日 친구들을 把朋友们都什么呀 招待过来了 是吧 所以 正解答应该是 第二 第二 亲구들을 chodesmida 39题 onin은 chumul beowatsumida chumul beowatsumida 这基本单词是 beowda 公布하다 同样的意思 chumul chal 怎么样 chum 相对应的单词 词组 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 chuda 是吧 咱们说 这个跳舞 chumul chuda 所以 正解答应应该是 第一个 是吧 这个sumida 是什么呀 写信的时候 或写字的时候 就是sumida 基本单词 是这个sida 写的意思 还有tamnida tada tada 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呀 骑自行车呀 或者是骑马的时候 用这个tada tada 什么呀 tada tada 是吧 自行车 还有马 什么之类的 tada chimnida chida 咱们在做 听力题的时候 咱们说这个gita 弹吉他的时候 用的这个动词 是吧 chimnida gitar chimnida 就弹吉他的意思 像这样的一个词组 记下来的话 这道题就很好解了 是吧 chumul chumnida 跳舞 这句话什么意思 oninin chumul piyasumida 姐姐学了什么呀 跳舞 chumul chal chumnida 跳舞跳得什么呀 非常好 好 这是38 39题 后面开始呢 就稍微的复杂一点了 尤其是像40题到42题呢 是看图表之后呢 回答问题 首先要看好这个图啊 图的内容 能看得清楚吗 那这个图写的什么呀 边问医院 然后是经历 诊查的这个安捏 指南 就是医院 这个前面这个 有一个什么 呃 这个给 给大家 这个这个提供那个 呃 一个这个时间表的一个 啊 就是上班时间 是从周一到周五是几点到几点 星期六是几点到几点 呃 中午休息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工休日怎么样 就星期天怎么样 像这道题的话 首先要知道这个星期的读法 是吧 星期一到星期天咱们来读一下 星期一怎么读啊 瘟瘟瘟瘟瘟 是吧 星期二呢 嗯 花瘟瘟瘟 星期三呢 初瘟瘟瘟 星期四呢 瘟瘟瘟瘟 星期五呢 根本读瘟瘟 对了 然后星期六呢 土瘟瘟瘟 星期天呢 一瘟瘟瘟 那它分什么呀 我瘟瘟瘟到 根本读瘟瘟瘟 从九点到七点 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星期六呢 是十点到四点 然后中午休息时间呢 是十二点半到两点 中午休息时间比较长啊 一般公司的话 就是十二点半到一点半 一个小时 但是给它多一点 然后星期天呢 什么呀 虚拟大 虚拔 这单词 休息的意思 那工作怎么说呀 一拉大 嗯 这个节假日 咱们国内和韩国呢 基本相似啊 但有些特殊的节日呢 韩国也有啊 所以 所以 像这个医院 五里 啊 这个医院 他们的一个 这个休息时间 因为我们到这个 韩国之后啊 有时候生病 然后去医院 像周六 一般呢 都是上午啊 然后下午开始呢 就一般是休息的 所以 买药也好啊 尽可能在这个时间范围内 那 这要注意啊 맞지 않는 건 咱们说 맞다 是对的 那 맞지 않는 건 否定的 错误的 请教授错误的 这要注意啊 那四个选项里边哪个是错的 一个一个看一下啊 일요일에 문을 안 엽니다 这个 일요일다 这个单词呢 是开门 这样的意思 那 안 엽니다 不开门 对吗 对是吧 星期天不是说休息吗 休息也就是说不开门了 토요일은 내 시에 끝납니다 끝날다 是什么意思 结束的意思 是吧 내 시呢 是四点 那星期六下午四点 结束 星期六下午四点 也是对的 是吧 第三个 점심 시간은 도시 가지입니다 这个가 지 是什么呀 到哪里 那中午时间呢 是到两点 对吗 这也是对的 是吧 中午时间是 十二点半到两点 那第四道题 这肯定是错的 为什么 前面三个都对是吧 那看一下 为什么错 수요일은 내 시에 시작합니다 星期三是十点开始 星期三 这里面周一到周五 都是什么呀 九点开始 是吧 所以这句话 是错误的 所以咱们 一个一个看的话 他也是 把这题的答案 就放在最后一个 得一个一个解释 然后才能找出 正确的答案 好 四十一题 也是找出 不正确的 맞지안 一定要看好题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建筑物 是吧 叫 哈纳 빌딩 什么 哈纳大厦 咱们说 哈纳 은행 有个银行 叫哈纳 은행 韩亚银行 这个叫哈纳 빌딩 大厦 那 这个是一层 一楼 一层 二层 三层 三楼 那一楼 三楼 有好多的这个 这个 像有什么呀 这个 从一楼开始看 好 那一楼第一个是什么 骨 집 这个骨是花的意思 基本的是家的意思 就卖花的地方 卖花的地方 花店 亚古 这是药店 是吧 帮 집 帮 집 是什么 棒 就是那个什么 面包房 卖面包的地方 食堂 食堂 便宫 医院 额内 咖啡店 所存 书店 哦 各个位置都清楚了 是吧 那挑出正确 不正确的答案 挑出错误的答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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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店 是什么意思 那 咱们说前后左右东南西北怎么说呀 东 西 南 南、北、東、東、南、北 左邊是什麼? 圓、左 右邊是什麼? 左邊是什麼? 右 旁邊是什麼? 右 這些方向名詞要記住 咖啡店旁邊有書店 旁邊有書店 這也是對的 是吧? 第三個 은행 아래 방집 있습니다 은행 아래 あれ是什麼? 下面的意思 是吧? 上面是什麼? 雨 雨 아래 那 아래 방집 있습니다 這也是對的 是吧? 第四個 病問과 약구 근 醫院和藥局 같은 かった 是什麼? 一樣的 在一個樓層裡 對嗎? 別問和 약구 不是啊 一個是在一樓 一個是在二樓 所以錯誤答案應該是什麼? 第四個 嗯 像這樣的題的話呢 咱們就得一個一個分析 一個一個對照一下 看出 這個第四個題呢 是錯誤的答案 嗯 這樣的題呢 要花一些時間的 啊 咱們說那個聽力這個topic二級 一般是要過的話呢 要達到140分 咱們總分是什麼呀? 兩百分 是吧? 嗯 這個聽力是30道題 然後加100分 然後閱讀的話是什麼呀? 也是100分 所以你要拿140分的話 其實聽力部分呢 假如說錯的地方比較多的話 閱讀部分呢 一定要什麼呀? 仔細看 然後才能過二集 好 這是一個什麼內容? まっじゃん 也是挑出錯誤的答案 三分的題 啊 三分 那 首先看一下這個 這是什麼呀? 拿來的一個短信 是吧? 這個 ガグ 貼り 嗯 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ガグ 貼り Padみたゃ 馬呢 ま는 이용 바랍니다 ina ガグ 適 need 花 人 豆 gas get 拍니다 這個 パル다 這個單詞 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剛才 總說這個 買這個單詞是什麼? Pix wonder 買這個單詞是什麼? dom 買的 牌的單詞是什麼? Pár '' lad'm Matter is what 買這個單詞是什麼? Párent Pam, anomie da 就怎麼來到 P板...もの where you are 帮你的 就是25規則因變 是吧? 對 日的 不貴則因變 是吧? 後面加leep girda 的時候 catching الدра eles 變成了什麼? PAMMD 這 語法規律啊 這 Rumoreibilidad 等 packs 黄和黄和黄和黄便所预备 請你提了一下 这个卡古 这个卡古 要是不清楚它的意思的话 就有点难度 但是估计者应该是什么 什么什么哈林 哈林是打折的意思 一系普罗是什么意思 打八折的意思 三系普罗打七折的意思 这时间是8月1号到8月9 能猜出来是吧 一般是收到这些短信的同学也比较多 什么打折了之类的 那也是调数不正确的 那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一周一段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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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了 五张的计划 30%的计划 五张 一贵 一櫃 打七折 对对吗 然后 세 가지 가구 这个这些东西 세 가지 가구 加工是家具的意思 三个家具打折 3个家具打折 对吗 这里面只有两个 要先放一放 第四个 从大汉家具 是短信的意思 从大汉家具发来的短信 对不对 下面不是署名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错误的答案 错误的句子应该是第三个 不是三个 只有两个 一个是清帝 床 另外一个是衣柜 清帝的话是打七 打趴者 奥掌的话是打七者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第三个 错误的句子 好 43题到45题 这个是 一样的 找出一样的这个句子 那首先看一下这个句子 写的什么意思 老师先来读一下 视频前的你呢 也可以跟着老师读 저는 오늘 이사를 했습니다 친구가 도와줘서 이사가 금방 끝났습니다 새집에서 친구와 저녁을 먹었습니다 好多同学 好多同学都跟上来了 读完之后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是挺难办 但是咱们细分的话呢 还能看出这个句子的大体意思来 第一句话 基本单词呢 和朋友呢 一块儿 吃了晚饭 在哪里 새집 新家里 就今天我搬家 然后朋友帮我 然后很快就结束了 然后呢 晚上呢 跟朋友 一块儿在这个 新家 就吃的饭 所以 正确的 跟这个 一样的 是什么呢 친구가 이사를 했습니다 친구가 不对 应该说什么 저 是我 제가 친구를 도와줬습니다 제가 친구를 도와주다 도와주다 是帮助 是我 提供给 朋友帮助吗 这也不对 지난주에 이사를 했습니다 지난주 지난주 是上周 这周 是 이번 주 下周 是什么 다음 주 这时间名词 要记住 上周 이사를 했습니다 不对 오늘 不是 所以 这个是错误的 正确的答应应该是 第四个 怎么呢 이사한 什么样的家 班了的家 里边 就是新家 一块 食사를 했습니다 一块 吃饭了 먹다 是吃的 食사하다 也是 吃饭的 意思 嗯 所以 一个一个分析的话 这个句子呢 应该是这样来分析了 这个 도와주다 是 提供给帮助 是朋友 提供给我 帮助 所以 一样的意思呢 是 一样内容的意思呢 是第四个 好 44题 也是挑出正确的 是两分的题啊 咱们在解题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呢 看好时间啊 假如说这个 解题的时候 嗯 两个这个 两个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 是要看好时间 呃 在规定的时间内 要完成 然后 呃 第二个原则的话呢 一般 怎么说呀 不能 呃 这个 装懂啊 自己不知道就不知道啊 有些人说啊 自己就糊涂糊涂 就过去了 到头来 你在 这个解题的时候呢 又发生错误 那 看来就说这个 오후부터 비가 왔습니다 비 우산이 없어서 우산 걱정을 했습니다 그런데 언니가 우산을 가지고 학교 앞에서 기다리고 있었습니다 비 우산 下雨 위산 还有 出来谁呀 언니 是吧 还有这个 기다리다 是什么意思 等的意思 大体的意思呢 就能出来 是吧 像什么呀 오후부터 从下午开始 비가 왔습니다 下雨了 저는 우산이 없어서 这个 呃 在这里面 是表示原因啊 因为没有雨伞 걱정을 했습니다 걱정 担心 因为没有雨伞啊 回去的时候 要怕临着雨 所以 比较担心 그런데 就连接词 但是 这样的意思 这样的连接词 一定要记住 언니가 우산을 가지고 가지고 是拿来 这个 姐姐呢 拿来的 这个雨伞 학교 앞에서 在学校前面 기다리고 있었습니다 고 있다 表示什么呀 正在进行 正在学校外面 学校正面 前面 学校前面 等着 那 아침 那 아침 不对 是吧 저는 언니를 기다렸습니다 我 等着 姐姐来着 不对 학교 앞에서 언니가 있었습니다 学校前面 有 这个 姐姐 来着 第四个 저는 학교에 우산을 가지고 왔습니다 我呢 是 把这个 雨伞 拿到了 学校 这 不对呀 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 没拿了 雨伞 然后 姐姐 在学校 门口 等着 有这样的 姐姐的话 是非常 幸运的 是吧 非常好 那 45题 也是挑 正确的答案 先来 读一下 오늘 동생과 약속 이 있었습니다 약속 외후 저는 있었습니다 그런데 지하철을 잘못 타서 지하철 타다 정주어 디디 약속 장소에 늦게 도착 했습니다 다오다 늦게 헝완 동생은 화가 많이 났습니다 화가 나다 파워 저게 뭐 意思 오늘 동생과 약속 있었습니다 오늘 和 弟弟 有 个 约会 但是 怎么样 지하철을 잘못 타서 지하철을 잘못 타서 因为 没 坐好 地鐵 也就是说 坐 错 地鐵 了 所以呢 약속 장소에 늦게 도착 있습니다 到 这个 约会 的 地 点 就 非常 晚 来了 就是说 어 조조 地 帖 然后 迟到了 那 동생은 디디 怎么样 화가 많이 났습니다 發了 很大的 火 等了 有 好 长 时间 是吧 那 저는 동생을 동생을 못 만났습니다 没有 见到 这个 디디 吗 没有 是吧 저는 약속 시간에 늦었습니다 我是 晚 来了 约会 的 约会 这是 正確 저는 약속 장소를 몰랐습니다 我忘了 这个约会 的 场所 不对 知道 但是 我 到了 저는 동생을 많이 기다렸습니다 我 这个 等了 好 这个 弟弟 吗 不对 是吧 是 弟弟 等了 我 好 好 长 时间 好 46 题 跳 跳 中心 思想 也是 同样的 这个 第二篇 这个 명언 저는 노래를 못 합니다 저는 노래를 잘 합니다 그런데 제 친구는 노래를 정말 잘 합니다 정말 좋아요 정말 잘 합니다 저도 그 친구처럼 되고 싶습니다 고 싶다 想 처럼 像 谁 一样 像 朋友 一样 什么意思 저는 노래를 못합니다 我不太 会 唱歌 그런데 但是 我的 朋友 노래 정말 합니다 唱歌 唱得 非常 好 저도 我也是 什么 和 那个 朋友 一样 对 싶습니다 我也 想 成为 他 朋友 一样 非常 能 唱 歌 的人 我也 想 成为 那样 的 一个 人 那 看 四个 句子 저는 가수가 되고 싶습니다 我想 成为 歌手 저는 노래를 잘 하고 싶습니다 我想 唱 好 歌 저는 친구 노래를 듣고 싶습니다 我想 听 到 고 싶다 是 想 听 到 朋友 的 歌 저는 친구 和 노래를 부르고 싶습니다 我想 和 朋友 一块 唱 歌 一块 唱 歌 不对 是吧 我想 听 朋友 唱 歌 也 不对 我想 成为歌手 这里没说 正确答应是什么 我想唱好歌 来韩国之后 也是聚会 寝室 还有书社 还有学校的校友 之间的聚会 也蛮多的 还有旅学生之间的聚会 也蛮多 唱歌的机会 也比较多 有的同学唱歌 唱得好的话 也蛮有吸引力的 有自己的特长 也是挺好的 是的 这有型的 How 相当 有 mental 新体 大 菜 寻 处理 大 游 你知道嗎? 否定 做得很是長度的意思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今天在服裝店裡的衣服 買了一件 積iment 積iment的設計 全部設計的是非常漂亮 所以很高的 短度也是長度 短的不是特別短 所以很高的 正確答案應該是哪一個 那這裡面正確答案應該是第三個 為什麼 這句話是一個詞 很滿意這樣的意思 就今天差打 就是年慣型詞 修飾這個裙子 今天買的 不是昨天買的 也不是前天買的 今天買的裙子非常符合心意 就是說非常滿意 你看什麼 長度也是什麼 長度也是什麼 不短 正好 所以其他的答案 最近 非常流行 最近 非常短的裙子 非常流行 這裡沒說 然後第二個句 這表示將來士 會經常去那家店 這裏面也沒有提 這裡面也沒有提 起碼也提在能 中央幾暗思蜜的 幾暗它 否定 不重要 這個設計不重要 這樣式 款式不重要 這也不對 所以正確答案應該是第三個了 好 48題 也是找出 中心思想 也是把這個句子 要看一遍 要快速的讀一遍 這裏面 這裏面 表示將來 是吧 會給朋友打電話的 沒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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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正在打 也沒有什麼 打過 也沒有打過 是將要打 這個將來士 這句話什麼意思啊 我好久呢 才看到了高中時候的畢業照 好長時間沒看啊 今天來看了 然後 看照片的時候 親男的朋友 非常要好的朋友 親那是非常親近 這樣的意思 什麼樣的朋友 非常親近的朋友 不是天天吵架啊 是非常親近的朋友 マニ 생각ナミダ 생각ナスミダ 想起了很多 要好的朋友 非常 鐵的朋友 今天要給那些朋友打電話 嗯 有時候呢 翻一翻這個高中時候的 這個畢業照 猛然會想起來 以前的一些朋友 那 非常想念朋友 我想接到這個朋友的電話 這打算的意思啊 我想和朋友一塊去學校 不對是吧 只能親過 拍照片 我想和朋友拍照 這也是不對的 我想接朋友的電話 不對啊 朋友也不知道他的電話 只能親過 對了 我非常想念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的朋友 同學 校友 好 49題 50題 啊 讀完下面的內容之後呢 回答後面的問題 好的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題 啊 我們兄弟們 哈 你一人 一個人 一個人 我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 一邊一邊的 一個人 啊 你的雅子 我們要去女生 一個人 一個位置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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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作礼物给家里人或是朋友 他画的地方都非常的漂亮 今天给我的是非常漂亮的海景 那应该是什么呀 他哥哥是什么呀 专门画一些旅行过程中看到的风景 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呀 第三个是吧 그림을 그립니다 不是写文章 也不是记明信片 也不是拍照 那跟这个内容相同的 那跟这个内容相同的 请调出来 这是我这次去海边旅行了吗 不对呀 是哥哥在海边画了画给他 第四个是香港旅行 chapel说 西欧同学 これは家里人的礼物 そ patience 我们先看一下这句子 今天给了我这个礼物 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第二个 对啊 第四个为什么错呢 香港游行游行家族的审物 不是去买什么东西啊 是把这些东西画完之后 给这个当做礼物 给这个家里和朋友 所以不是上这个旅行的地方 买那些东西 而是画出来给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 所以这句话是错误的啊 证据答案应该是第二个 我从哥哥那里收到了这个礼物 画的是什么非常漂亮的海景 这是49题和50题 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topic第一 第30题到 31题到50题的阅读题部分呢 跟大家说了一遍 那我们下节课呢 再把这个40 51到70题的这个阅读题呢 跟大家说一下 希望在这个老师讲解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语法呀 单词不太清楚的话呢 做好笔记 这样 以后你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能顺利的通过 那后面的这个联系方式呢 可以呢 加一下我们这个韩国留学通往的这个微信 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是有一些建议的话 多多的跟老师联系一下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同学们辛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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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